百字故事是我们蛮常做的单元 在这个网站上 他时不时就是会有更新 那我读了以后 有点感触的就拿来做一下 很有趣的就是 最近这几篇 挑的都跟我自己 也有那么一点关联性 蛮有趣的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后叫做英文几度 这篇的 他的标题叫做 Dimensions of Human Behavior Human Behavior是人类行为 那他的 Dimension就是维度 所以我们活在三维的世界 所以就是我们活在 We live in a three-dimensional world 所以第四个维度 多半讲的就是时间 The fourth dimension 但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故事本身 我们先把它读一次 Shortly after we last spoke You became a ghost And I became a hermit The sideboard where you kept The silver and the candles in the house On the river in Lake Laurel In Laurel Lake 对不起 It's now in my living room In water town Down the street from another river And filled with books With titles like Dimensions of Human Behavior I'm twenty pounds heavier Stuck in my chair Writing papers about Why people do what they do And you are the scent Of silver polish Steeped in brown velvet A reflection in all of my baby photos Just out of reach 据点 好 结束 好的 说了什么呢 Shortly after就是 过了什么没多久 没多久之后 所以在我们上次 谈话完没多久之后 斗点发生了什么事 So shortly after we last spoke 自从我们上次讲过话 Since we last spoke 所以这个last spoke 是蛮常看到的一个 算是片语类的东西 就我们上次讲完话 上次交谈过 或许只是电话上 不知道 You became a ghost 所以这里很明显 有一个你跟我 这样子 所以你变成了鬼 就理解为 这个人就过世了 简单的说 And I became a hermit 我就变成了一个隐士 你知道就是 那个大隐隐于世 那个隐士这样子 所以这个人 我其实光从这个 这么简单的 这第一句话 你就可以理解到 这个人的死 对他的影响 似乎是这样子的 就让他变成了隐士 OK 所以这个人的离世 造成这个人想要 跟世界稍微切割开一下下 I became a hermit 下一句话 The sideboard where you kept the silver and the candles in a house on the river in Lake Laurel 前面的主词 你可以说这么长 或者主词就是sideboard 动词就是is now 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个sideboard 现在在后面的部分 那什么sideboard 这个sideboard 后面加了这么一长串 就来修饰这个sideboard 是什么东西 这样子 那sideboard是什么 可能我们就先要理解一下下 他就是 我都算甚至找了一下 因为这个词 我也不是说非常的熟悉 我猜得出来它是什么 的确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叫做餐边柜 就是你的餐桌 旁边可能有个柜子 柜子里面是 而且这种柜子 多万比较矮 它多万不是很高的那种柜子 当然高的也是有 我也是看过 但是我至少找出来的照片 都是比较矮一点点的 里面可能就会放一些碗盘 什么的 然后上面还可以放一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sideboard 它甚至没有柜子这个字 那橱柜叫做cupboard 我记得它甚至不念做board 这样子 会不会这个也这个也念做sideboard 好 这我就有点超越我的知识 我对家具没那么熟 好 要是我有讲错 对不起 请包容一下 那我就先把它念成sideboard好了 so the sideboard 那这个sideboard怎么了 再强调一下 所以你在这个sideboard 你本来是放着你的silver跟candles 所以silver是什么 就是用餐的那种银色的那些刀叉啦 什么这些的 我们就叫它silverware 通常是 OK silverware OK 好 就银座的那些餐具这样子 所以你放这些silver跟candles 所以还放了蜡烛 吃饭点个蜡烛 那而且这个sideboard 本来是放在某个房子里 所以in a house 把地方副次讲进去 而且这个房子还是在一个河边 on a river 那这个river在一个地点 就城镇叫做Laura Lake 所以这个过世的人 本来住在Laura Lake 这个都市 这个城市 这个乡镇 的一个河上的房子 房子里有着一个sideboard 这个餐边柜 餐边柜里面放着本来的这些 银制的餐具 以及放的蜡烛 这么啰嗦 你看 总之这一个餐边柜 is now in my living room 现在在我家了 所以这个人走了 而且他把他的这个家具 搬到自己家来了 就这么简单 那他的地点在watertown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城镇的名字 所以他们住在不同的城镇 我们也得到这样的资讯了 而且他是在另外一条河的旁边 所以down the street from another river OK 好 豆典后 and field 这个field是谁啊 还是刚刚的一个sideboard OK 所以这个sideboard现在 不是放银制的餐具了 放的是书了 而且这书还包括了像 这个人类行为的维度 这样的书的书名 这样子 so the sideboard is now filled with books 那books有什么样的title呢 with titles like dimensions of human behavior 好 目前我们的这个勾勒出的画面 大概都清楚了 有人过世了 那另外一个人 把他的这个家具 搬到自己的客厅里 里面装的东西也不一样 so far so good 下一句 I'm 20 pounds heavier 这个人胖了20磅 20磅算一算 可能也七八公斤至少了 所以他胖了这么多公斤 你也可以想象 这一定是那个人的过世造成的 造成他 跟社会脱离 然后也造成他变胖了 ok 然后他卡在椅子里 写着论文 so stuck in my chair writing papers 这papers讲究论文 about why people do what they do 所以你可以理解 他大概是个心理学家 研究人类行为学 或心理学不知道 所以他写着这些论文 有关于为什么人们 做他们所做的事情 about why people do what they do 而你呢 讲回这个过世的人 and you 这是最后一句 and you are the scent of silver polish 先看到这里 你是一个气味 你成为了一个气味 you're the scent s-c-e-n-t就气味 什么东西的气味呢 silver polish 我们又看到silver了 我就觉得连前后的silver 都蛮有去有呼应到的感觉 前面的silver是餐具 非常明显一定是 因为sideboard就是放餐具 后面这个silver 好像还是在餐具柜里 可是他绝对不是餐具 因为这里讲了silver polish 什么是polish 就是抛光打蜡的概念 所以然后那个人又走了 我们很自然可以推论出 他现在装在一个银制的骨灰坛里 而且银制骨灰坛 他还会用抛光剂去替他抛光 否则怎么会有味道呢 对不对 所以给同学看一下 这里我又找了一下silver polish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真的是拿来做银制的器具 抛光用的这样子 好anyway 所以回来这里 you are the scent of silver polish 你就是银色抛光的气味 而且你就steep steep这个字其实一个意思是抖 山坡很抖的那个抖 另外一个意思是浸泡 那个浸泡是例如说泡茶包的那个浸泡 这样子 所以我们讲steeped tea就是泡出来的茶 所以你呢 就是scent of silver polish 而且你还泡在brown velvet里面 这个velvet的意思就是那个绒布 绒布 那你知道有的骨灰坛 外面可能还包着一层绒布 而且它的颜色是brown这个颜色 所以你现在就是一个这样子气味 然后你泡在蓝色 这个brown的velvet的里面 然后绒布里 逗点后又补充了一个名词 来当做就是后面的一个补语 a reflection so you are a reflection 你是一个反反应反照 reflection通常我们会用在像例如说 我看到我镜子里的自己 so I see my own reflection in the mirror ok 镜子里的reflection 所以你呢 你不只是这个气味 你还是一个reflection 从哪里的reflection in all of my baby photos 所以 这个 all of my baby photos 你看我刚停住了一下下 因为我想到了两个可能性 但我觉得我原本理解的第一个可能性 比较正确一点点 他为什么这里会出现 all of my baby photos 我全部的我baby的时候的这些照片 我猜这个主人翁 他把他的baby照片全部放在相框里 然后都放在这一个sideboard上面 然后这个baby的这些一张一张的像 有相框的相片就围绕在他的骨灰坛附近 所以这个骨灰坛就会反射 从这些相框中反射出来 所以他是一个reflection 在他的baby photo里面 而且已经摸不到了 just out of reach 所以这是我原本的第一个想法 那我刚pause了一下 我在想到会不会是 还有一个可能是 假设他如果去翻开相簿 那他相簿里有很多他的baby photo 那baby photo说不定也会有爸爸 或者妈妈或者这一个人 在photo的里面也不一定 所以你也可以说 他在他的这个层面上的baby photo 有这个人在这里面也不一定 不过我觉得 从画面来看 我会觉得第一个解释 大概比较符合他想想 勾画出的意象吧 这样子所以就这个故事 那很明显的 他在就是在描述一个人的离开 然后对他造成的影响 以及这个人现在的状态 是一个骨灰坛 然后还他用他的baby照片围绕着 然后在你看着照片 就会看到那个骨灰坛的reflection 因为照片相框 毕竟都有一个玻璃在前面 就是防灰 那那个玻璃一定能程度上的反射东西 所以能够反射那个骨灰坛 仿佛还是 就是好像还在一起一样 这样子 骨灰坛配着baby照片 You get the idea OK所以我觉得这故事写的很有力量 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 Shortly after we last spoke You became a ghost And I became a hermit The sideboard where you kept the silver and the candles In a house on a river in Laurel Lake Is now in my living room in Watertown Down the street from another river And filled with books With titles like Dimensions of Human Behavior I'm 20 pounds heavier Stuck in my chair Writing papers about why people do what they do And you are the scent of silver polish Steeped in brown velvet A reflection in all of my baby photos Just out of reach 结束 All right I hope you like the story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